在台北的台大有一群學生 他們非常積極的在學校裡面 開啟各種社會對話 那台大學生組織的聯合呢 今天有來到一位朋友 來現場跟我們講講話 他是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黃總賢 歡迎他 各位朋友 各位夥伴 大家晚安 我們是台大學生組織的串聯 在5月21號 5月24號跟5月28號的今天 我們都在中山南路的監察院那一側的路口 進行我們的公民宣講 我們在中山南路的路口 打造了一個公民宣講舞台 希望在青島東 希望在近南路口之外 可以有一個更多的公民審議空間 透過一個公民宣講 公民肥皂箱的舞台 讓所有想參與對話 想參與發言的夥伴朋友們 都可以上台拿起麥克風 說出你是誰 你來自哪裡 你為何上街頭 因為我們始終相信 一個真正的公民的實踐 一個民主的實踐 不只是在大台上拿著麥克風 對底下人講話 群眾運動本身就是仰賴各個 來自於不同地方的群眾們 一起上街頭 一起說出你心中的話 這樣的一個組織 其實是在5月21號 我們開始串聯發起的 在5月21星期二當晚 都還是比較零散的在街頭 我們帶著麥克風 我們帶著我們準備好的講稿 上台跟群眾一起分享 一起對話 在星期三的半夜 我們就馬上串聯了台大內部的16個組織 希望可以透過組織的方式 一起在街頭 做我們能做的事情 我們期待告訴大家 台大的學生 或是說大學生 也很關注這一次的法案修法 對我們來說 國會擴權 對我們來說 程序正義 對我們來說 法案的實質內容的問題 都會是我們所在意 也是我們所在乎的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16個組織 我想要一一唱名 希望大家可以認識我們 也進一步 向我所有的夥伴們致意 台大的學生組織串聯 由16個組織共同構成 分別是 台大佐水溪社 台大香港研究社 台大樂生社 台大大學論壇社 台大大陸社 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 台大女性主義研究社 台大台語文社 國立台灣大學原生代社 台大原住民學生反歧視行動小組 台大社會科學院學生會 台大社會系學生會 台大學生會族群平等小組 我們站出來 就是要告訴大家 學生的組織動能還在 即使十年後 我們生疏了 即使十年前 有些夥伴沒有上過街頭 但台灣需要我們 民主需要我們的時刻 我們會站出來 我們會願意給大家發聲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樣一個由學生組織所領導的野台 在一開始 其實在禮拜五 我們是在校內 進行傳單的發放 還有公民的短講 在下午 我們就帶著麥克風 在中山南路 靠近監察院一側 擺了一個小小的野台 就是人數不多 約一百位的群眾 我們圍成一個圈 希望拿著麥克風 大家彼此分享 我們到底在乎什麼事 到底為什麼上街頭 而且這樣的一個公民舞台 我們打造了一套 希望大家遵守的發言守則 我們希望 在這樣的一個發言規範上 在這樣的一個發言的時候 大家可以避免一些羞辱性 或是歧視性的話語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有怨語的運動 我們不要對性別 我們不要對族群 我們不要對障礙者 或是各自各樣的人來歧視 我們不要消費香港 我們也不要統括處理 說什麼 所有的花蓮人都支持富崑奇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這麼多的花蓮人 這麼多的其他公民夥伴 都一起站上街頭 我們不要過於同質化這些對象 我們希望撐起一個更多元 我們希望撐起一個更包容的對話空間 讓所有的公民夥伴 讓所有群眾朋友 都可以上台發言 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每一句我們可能說出了歧視話語 每一句我們可能傷害到他人的言辭 那些受傷的對象 都很可能是現在坐在場下 我們身邊的其他夥伴 即使這些夥伴 謝謝 即使這些夥伴 現在沒有坐在你我身邊 而是在他們其他的戰鬥位置上 戰鬥著 例如在上班的空閒之處 去轉發相關的消息 例如說在其他的 無法去請假的客業之餘 跟身邊的朋友來討論聊天 我們都知道這一群 可能會被我們的言辭所傷到的對象 他們不只是夥伴 也永遠都會是 台灣民主未來前行時 那個共同體的一份子 因此我們也很期待 未來這四年這樣的國會 有很多時候 或許都還要仰賴你我 再次站上街頭 我很期待那個時刻 我們在進行各種公民對話 在進行各種公共論述 在拿起麥克風 以及借慎這樣麥克風底下的全力運作時 都可以審慎的意識到我們的夥伴 以及避免這樣的傷害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 例如說 其實在過去 我十年前318的時候 也只是國中生 也沒有機會上街頭 因為我不是台北人 那個時候的我 到現在的十年間 其實在這一次的輕鳥行動之前 也從來沒有真正的上過這樣 充滿對抗性的高度張力的街頭 我或許參加同婚的遊行 但是我們知道 那時的遊行氛圍 是擔憂 但是同時 又總是夾帶著滿滿的希望 我們好像看見前方 只會有更好的未來 就像所有參與過 31810年前運動的夥伴一樣 前方看似更好 前方看似更民主 前方看似是一片希望 但是 所以我在星期二的時候 除了上上週五的那個自發性行動 上上週二 是我第一次上街頭 其實說實話 我想底下的夥伴們 或許都有很多跟我類似的想法 也就是我其實有點彷徨 我不太知道我該去哪裡 我該做什麼 我該怎麼去打開我的嘴巴 跟喉嚨唱出口號 那甚至 那甚至有點尷尬 但是我慢慢 對 但是我慢慢發現 這是可以透過學習的 就像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共同體 是需要學著如何民主一樣 我們也發現 如何上街頭 是需要學習的 所以 我們在一起呼個口號 練習 如何把喉嚨打開 如何把聲音說出來 好嗎 好 法案強推 民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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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強推 法案強推 民主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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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跟大家一樣分享個小故事 事實上 我們剛剛大概五六點的時間 我們也是在中山南路那一側 主持著一台戰車 我們邀請所有的公民夥伴朋友 都可以登記報名 上台短獎 但是其中出現了一位小草 想要登記發言 那他也確實上台發言了 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後來的結果是 底下的群眾們 都很群情憤慨的 在對小草怒吼 叫他下來 即使我們上台 接過主持的麥克風 希望群眾冷靜 群眾們還是很激動 我完全同理這樣的憤怒 因為三度的那一刻 我就是充滿著憤怒的 可是我們永遠要記得 這樣的憤怒 需要指向的是現在 國會裡面的委員 而不是身邊的夥伴 也不一定是這樣的小草 因為當我們打造 我們訴求 我們喊出口號是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的時候 其實已經反過來告訴大家 民主本身就是需要討論的 民主本身就是需要對話的 不只是我們在街頭上訴求 運動的訴求 訴求希望達成什麼改變 希望法案能夠退回 事實上 我們在如何運動 如何訴求本身 也已經早就決定了 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我們期待台灣 是一個未來怎麼樣的社會 所以我懇請大家 希望在未來 我們不要有厭倚的言論 我們不要有歧視的發言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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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